okay好 so today we will go through chapter 10.1 ok from two sides chapter 10.1 okay so actually chapter 10 is talk about sound wave la okay sound wave就是声波 la okay ah 声波或者是声浪 la okay 就是有关系到声音不了 la okay so at 10.1我们会讲到啊 sound wave 它有什么特征啦 okay 这个很重要啊 就首先他就讲到了 our surroundings are filled with a variety of sound 就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地方上都从各种各样的声音啦 sound is a form of energy caused by vibration 所以声音是一种 energy 一种能量 caused by vibration 是因为有震动才会有声音 啊好像我现在我讲话 为什么我讲话会有声音 因为我的那个声带在震动了啊啊 你不信的话 when you when you讲话的时候 你可以摸一下你那个喉咙那边啊 你会感觉你的喉咙那边在动着了啊 所以啊就是因为vibration了才可以有声音了啊 for example musical instrument in photograph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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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为了study sound wave 的特征 第一个他有讲到 propagation require a medium to propagate 你懂什么是propagate吗 船 对啦 就是传动 他讲的声音第一个特征是 他需要medium来传 medium就是一个媒介 他需要一个东西去传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今天他的实验是 他有个标价 polestrine sheet alarm clock 还有vacuum pump 你看这个装置 外面这个是个标价 然后里面还放了一个alarm clock alarm clock的话就是那个闹钟 然后他想他就想到很够力了嘛 好的嘛 然后下面有这个polestrine sheet 然后呢下面这边有个vacuum pump vacuum pump呢 vacuum pump有什么function啊 不懂 不懂啊 你懂什么是vacuum啊 吸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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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cuum不是吸尘机啦 vacuum是真空的意思 OK 就要把那个东西变成 没有空气 所以vacuum pump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 它是一个pump 把那个 不要将里面的空气抽出去 把里面的空气抽出去 所以 那里面是真空状态了 这就是vacuum pump的这个作用了 OK so 他为什么要把里面弄到真空呢 你明白吗 为什么他要把里面弄到真空呢 因为呢 他要看这个闹钟啊 如果在没有空气的状态下 他会不会 有声音 啊 ok 就是在vacuum状态的时候 他也没有声音 所以等一下 他就用到vacuum pump 把里面的空气抽出去外面 啊 OK 可以明白吗 啊 啊 OK 所以你可以看看这边的 啊 啊 他讲了 首先啊 啊 当你打开闹路那种 你就听了啊 他有没有声音长生 and then turn on the vacuum pump to suck the air out 然后呢 你把vacuum pump打开 把里面的空气吸出去 然后再report你的observation 啊 啊 你觉得这个vacuum pump打开过后啦 这个闹钟的声音我们会听到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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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 线不好啊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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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我声音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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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vacuum pump它把里面的空气吸出去了的话 你觉得它会听到声音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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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我们的声音它需要medium来propagate 当里面的空气没了的话就说它的medium没有了 所以就不会听到声音吧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实验 所以这个实验呢它是要证明给我们看propagate at different speed in different medium 声音呢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medium会有不同的speed 不同的传播速度 啊好说你看到这次采用了有water跟flux ok有水跟面粉啊ok 然后lastic container跟alum plug ok啊所以看它的图画是这样的了ok啊它有一个纸杯 okso啊它明明一开始它是先放面粉啊然后放在这边了 还有还有听咯啊看下那个声音啊够不够快啊 啊然后过后呢再改去放水 ok然后再test哦 看它啊那声音的速度又是怎样 就呢改去放空气了然后再test哦啊看它快还是慢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有讲到了啊 安全你的water跟flux呢是 就是装满在这container里面的啊 so that there is no trap air了啊 来前方你把我练一下这四个巨子 这是个 instruction 嗯嗯 Ok,所以就是像我刚才所讲了 你的container一开始先放面粉 因为面粉它是属于solid 我们就 然后团维就放在桌子的另外一边 然后就听了,看那声音是快还是慢 然后再改去放水,after that 就再改去放空气了 so,我问你一下拉前锋 你就哪一个可以最快那声音传到 通过 通过 是最快的 OK 你永远都要记得 以前的人他们打仗 他们怎样懂敌人快要到了 他们就把耳朵 放去地上那一边 就听 因为那些敌人 他们来打仗一定会骑马的 他们人走动一定有大声的 所以他们就拿耳朵放去地上 因为声音通过地上 穿到很快 所以永远都几 几百km 他们都可以听到感觉到 有东西来着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边的 OK 他就有问了 what is observe and vacuum pump give an influence for your observation 他这次问回你那个第一个的 那个实验啊 打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什么东西 啊 so 你的声音会听不到啦 啊 so is not here because there is no medium for sound to propagate OK 你是完全听不到声音的啦 因为 我们没有那个medium 让那个声音去穿动 啊 and then number two arranged container filled with air water and flower in order of increasing loudness OK 就是增加他的那个啊 声量啊 所以我觉得最大声的话应该是flower OK 所以他讲要increasing嘛 就从最小声到最大声 啊 啊 你用air的话应该是最小声的 OK water是第二 啊 最大声的话就是flower OK 啊 可以明白吗 这个很重要啊 啊 因为有时候 很多社长会忘记的 会一直以为 哎呀 我们平时讲话就是 空气的嘛 一定是空气最大声咯 不是啊 啊 solid才是最大声的 反而空气是最小声的 好 Next one OK 下一个实验的是说 要证明 sound can be reflected and absorbed 啊 声音可以被反射跟吸收啊 啊 so你看看 OK啊 这个 Figure 10.3 OK 啊 还有这个 Soft wood在中间 OK 然后 有cupboard tube OK 一边放着这个stopwatch 另外一边是你的耳朵啦 然后 然后 这个是你的wooden plank 用practicing黏着 啊 啊 所以我没有猜错的话呢 OK这个实验呢 他会猜 他会放几个不同的材料啦 啊 除了wooden plank 之外他应该还会放 matter sheet 跟这个tower了啊 放铁片跟这个毛巾啊 然后就来try看咯啊 到底哪一个是很啊 很厉害反射声音的 哪一个是很厉害吸收声音的啊 OK 来前方帮我练一下 这三个句子啊 嗯 啊 啊 啊 像这个这样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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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问你啊 为什么他们这两个couple 之前要放一个soft 啊 啊 那放一个木板去挡着呢 啊 你懂吗 前方啊 啊 啊 那个softwood的目的啊 不懂啊 啊 其实就是要折掉那个声音啊 啊 因为如果你没有放softwood的话 等下那个声音啊 不是从这个 carboard tube进去啊 而是直接 从这边飘过来这边都可以啊 啊 所以等下还放个softwood了 在中间这边了 OK 啊 就证明那声音了 是一定是从carboard tube 进到去这个 啊 wooden plank这边 然后如果他可以反射 就我们这边就可以听到啦 啊 所以你看啊 move tube tube until you can hear the taking stopwatch clearly OK 就移动那个 tube tube 啦 这边 只要你可以听到那个stopwatch的声音 after that with the moving tubes key and queue OK replace the wooden plank with a metal sheet followed by a tower compare the loudness of the taking of the stopwatch OK 然后我们就没有移动这个wooden plank了 然后我们就 啊 把他把这wooden plank 改成放这个metalsheet 铁片 OK 我们就听咯 大家听到声音没有 after that 我们就把这metalsheet 换成power了 然后再test看咯 大家可以听到声音没有 这样我问你啦 你觉得metalsheet跟power 哪一个可以听到声音呢 啊 前方 哈喽 去我 啊 不是p和q 是说 他有把那个wooden plank 换成metalsheet跟tower嘛 啊 所以metalsheet跟tower 你觉得哪一个会听到的声音比较清楚点 就是说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厉害反射那个声音呢 啊 reflect the sound metalsheet 对啦 肯定是铁片比较厉害 啊 反射声音的话对对 啊好像你看啊 如果有些人的家 他上面啊 那屋顶是放那个铁片的话啊 那个芯片的话 每次一下一定是啊 比利巴拉的吧 啊 啊 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铁片 他很厉害 reflect the sound 反射声音啊 可是相反的tower啊 啊 毛巾的话 他会他会反射声音呢 肯定不会啦 他肯定是会吸收那个声音的 OK 所以你要记得啦 啊 那些布料啊 无论是毛巾也好 衣服也好 啊 窗帘啊 还是地毯都好 他们都是会吸收声音的 等算你可以看到 Cinema啊 电影样里面啊 全部都是那个 啊 布来的 啊 啊 因为呢他要 那些声音 啊 所以你们看戏的时候 你们就不会很 啊 很spoil掉咯 那个心情啦 啊 因为你想要看 如果你看戏啊 一直有那个回音 多么 多么不爽 对不对 啊 好 我们来看看他的faction啊 based on your observation the surface is a good absorber of sound 他问你了 哪一个是属于很好的 吸收声音 的物体 啊 metalshit还是 power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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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片呢 还是毛巾 比较厉害吸收声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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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good reflector of sound ya 很厉害反称声音的话 应该是我们的 metals sila 铁片啊 啊 that's what fiedit whether a glass sheet is a good absorber of so 哎 现在呢它讲到如果今天啊 他放这个玻璃啊 玻璃片在这边的话 你觉得玻璃片是 goed absorber 还是你觉得玻璃会吸收声音比较厉害还是会反射声音比较厉害